這部分的話我們快速的再做一個Review一下 因為這部分的話如果你不夠熟的話說真的 你光要把那個V2的 這個地圖光看到都是一個問題 所以你們當然第一步要能夠看到 有沒有 那光看到這件事情你看到之後你可以把它當一個範本 就暫時把它存起來以後的話你就用那個範本去修改 那第一個要能夠顯示地圖 第二個要知道Location 那Location有沒有我們知道Location之後就可以把自己 透過GPS 把你的地標 顯示在那個什麼的顯示在Google map上面的中間的位置 然後再去設定縮放 再去設定地圖 可是最後的話你還需要打個地標 不然的話它會變成一個圓圈圈一閃一閃的有沒有 那樣子的話感覺有點怪怪的 所以呢最後我們要怎麼樣可以打個地標 所以打個地標之後的話呢你還可以打多個地標 不只一個啦你可以給他多個地標讓他去mark 去打上去 那另外呢在這個marker上面你也可以做互動 當使用者點了這個marker之後的話 你也可以 去做後續的處理 看你是要去 跳到某一個 某個頁面裡面顯示那個地標上面比如說一家餐廳好了 那點擊之後他 User一定是希望看到什麼 可能裡面有沒有 可能是 裡面到底賣什麼吧 對不對 然後 是不是說menu啦 價格啦 有沒有有沒有折扣啦 或者說有沒有什麼特色之類的 輸入水或者是外觀 或者feel怎麼樣 氣氛怎麼樣 對不對 最後的話有沒有 辦法直接 線上order 對不對 如果可以線上order的話那個更好 所以前一陣子有一些team 他們做的事情就是 O2O的 概念就是說他們用app的方法把人帶過去 然後跟這個業者談 就是說我怎麼去 等於有點像仲介我再抽 這個費用 實際上這樣的一個team 好幾個小公司其實他也有因為這樣的獲利 那當然 最早是用餐廳啦 你說實際住行各個都是需要 因為現在很多電子商務很多人 會去瀏覽但是不會去消費 所以你要怎麼樣把那些 看了之後不消費的人把他帶過來 這個是很大的一個商機 而且現在那個 最近 上個月吧 那個金管會通過那個小額付款 就是直接可以手機付款 那這個更 更是加深了這一塊市場 的這個 一個很很大的 等於是 全年台灣的那個電子商務 這個 消費金額大概在 4000億左右 如果以這樣子推算的話 恐怕會倍增一倍 所以這中間的話 我想各位可以思考一下 你有沒有辦法寫個app 把人家導到 那個 比如說 吃 就餐廳嘛 吃的 小吃也可以啦 或者是 一一的話就賣 穿的嘛 賣漂亮 那這對女生來說 對著 因為像早期五分譜還有點 生意 現在好像生意變差 為什麼 因為 以前是有便宜 可是現在便宜便宜 不過淘寶網 對不對 所以 沒辦法 所以只好 那 11住嘛 住的話更多 房仲啦 你賣房子 租房子 什麼 只要跟住有關 或者是像很流行的 像 那個Google也開始經營 經營那個 那個那個 就是說 全世界你只要有 不要住的房間 他也可以release出來 他有個平台 也有App 對應到 只要 所以我之前也去香港的時候也試試看 那真的很便宜 而且 房屋的價格還蠻便宜的 而且上面都有評價嘛 有沒有你去之前你可以先看一下 這個 住過的人怎麼樣 很適合背包客 對不對 所以你說 這種全球性的旅行 因為現在 慢慢的話也普及 所以你要怎麼樣把 有需求的人拉過來 其實就是你寫App的最主要 的那個 的那個 這個這個 重點 那另外就是 行嘛 也是一樣 實際住行各個 娛樂這些都有了 所以各個 其實怎麼樣整合在 地圖平台上面 我想Google在這一塊 其實他野心 其實很大 他不只是把它 當成一個地圖 而是把它當成一個 算是生活的一個平台 所有一切都會在這個 平台上實現 那你要怎麼樣可以利用他的平台 我想我 我之前跟各位講過你要能夠站在 巨人的肩膀上面 你才有辦法 跳得更高 看得更遠 但是如果你不懂得去利用這個 平台的話 其實你很多事情要實現 恐怕比較困難一些 所以 這個技術上面我們怎麼做 V2 你會發現又跟V2 V1又不一樣 你必須要去申請什麼 申請一個API key 還要去裝 什麼呢 Google PlayService 的SDK 並且把它匯入進來 所以這個裡面的話 光一個技術面的部分 就會非常的多 那 第一個就是 ADT跟 Android SDK 要最新的版本 但是如果你沒有更新 比如4.2我之前裝的 你就不要再去更新 就不要再去動它 因為你一動它之後的話 那整個變成你ADT 升級了 你的SDK也要全部升級 變成說你要把舊的SDK砍掉 重新再download一次 重新再設定 那會很花時間 而且 我發現不見得穩定性會比較好 所以這部分的話 你們可以 去 再去try一下 另外的話 安裝Google PlayService 那這個Service版本 我們 可以升級 我try過 我發現 之前的那個問題 必須要填那個 4030530那個號碼 其實 如果把 Google PlayService update之後 但是其他不要update 只有update它 問題就搞定了 這我也是try好久 我想說 奇怪了 我在 這 沒問題的東西怎麼會變這樣 後來runrun好幾次 後來把它update之後 沒問題了 就看到地圖了 一切就恢復正常 所以這部分的話提供了一個參考 有的東西真的 一個小地方 恐怕要try很久 那這地方的話就把 我們的Google PlayS 引用進來 因為它是 Is Library 它是一個函事庫 所以把它引用進來之後 它才能夠掛在 我們的專案裡面 專案裡面 那其實因為現在 Google的策略是什麼 把它全部都綁在Google PlayService 也就是如果你是 山在手機上面 你沒有跟它授權 你就無法使用 Google Google的任何的Service 包含就是像 Nap 或者甚至像雲端硬碟 或者是其他的相關Service 那其實它這個我講過了 其實也是有商業上的考量 因為它雖然是free的 可是總不能永遠都free的 尤其是大陸山寨機 現在 其實它的 本來 怎麼講你會發現它市場越來越大 但是因為這樣關係 你會發現山寨 再加上現在硬體也盪下來了 那最近那個什麼 那個 華碩也出了ZenFone 跟 小米機要一較長 我發現 我真的超便宜不到4000塊的價錢 我都很心動了 結果我就把它訂了一隻 可是要等 最常要等一個月 我想說等 不過沒關係就給它等嘛 反正買來就玩玩看嘛 對不對 我是訂那個4000多塊的 它有2G RAM 然後 那個Atom的那個 1.6的啦 1.6跟2.5 我覺得好像差不了多少 它是雙核心 我看一下那網路的 評價 硬體的效能 大概已經是高通的4核 甚至比聯發科的4核還要更快 所以 那這樣的價錢 再加上5吋的大螢幕 還有IPS的那個 高亮度的那個螢幕 然後還有那個 相機功能 也是 2.0 2.0大光圈 拍攝效果 看網路評價好像都還不錯 所以以這樣的價錢 還有它的組裝的質感 大部分 都沒有 批評的 非常紮實 所以以這樣的價錢 配上 這樣的品質 還有給你的東西 哇那簡直太殺了 所以你說山寨機還有什麼空間 以前什麼長江 什麼長江機 大概就賣這樣的價錢 可是 品質當然就不行啦 你看光那個什麼 螢幕一看 哇 怎麼顏色就不太對 觸控的感覺更不對 怎麼感覺好像 我是到底 我是有touch到了 怎麼沒有動 因為它實在是太不精確了 但是華碩這一款不是啊 它標榜就是 它連戴手套 都可以去touch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東西 而且現在有一些甚至 我看網拍上面 網路上還有 不到4000塊的機子 所以這樣的 這樣的東西 各位可以拿來玩玩看 如果有 有一些閒錢的話 像我 我的手機之前就是 有看到便宜的我就買 但最新的我不會買 2萬多塊手機 我可以買很多支了 對不對 所以我看很多身邊朋友 尤其女性朋友 都很 最新的一出來就買了 我想說 我寧可挑 稍微 前幾個檔次的 對不對 然後等它已經盪到不行了 像Payphone好了 Payphone剛出來也是 差不多 全部加起來2萬多塊吧 我是等到它已經不到1萬塊再入手 對不對 大概 周期性 早期的電子產品大概可以撐個一年之後再對折 但是現在可能不到一年大概半年到一年之間就對折了 所以你等到它半年 忍一下 忍個半年 它等到已經對折了 你再入手 不就可以省很多錢 OK 那玩起來感覺不會差 這個地方就把Library加進來之後 再去網路上申請 這個文碼我想沒有問題 去申請 只是說你換一個地方 只要你的環境變更的時候 那你就要再去 更改一下 不過我有試過好像是不是用同一個Eclipse版本 它的那個文碼 是不是沒有改變 我好像有印象有這樣子 你們可以再check一下 如果你這東西 都做正確的話要看到地圖基本上是不會有問題的 然後再去申請 這個部分的話是上次上課做的 那要變更的話也是一樣 再到上面去做一個變更的動作 另外特別注意 如果說你那個文碼後面的那個 套件名稱變更的話 特別特別注意也要再去變更 而且特別注意 那個變更的時候 你可以去重構 有沒有我們的專案上面可以去重構它 但是特別注意 有一個技巧就是說 你們重構的時候一定要先從什麼呢 從Manifest裡面的套件名稱 先改 比如說我這邊的話 假如我本來是come.terry 後面的話 比如說我在點 點點什麼 比如說點點TQC好了等等的 類似這樣的名稱 那我重構之後按save的時候 特別之後你先去更改什麼 更改Manifest的這個地方 改完之後這個地方改完之後 再改哪裡呢 改Source裡面的Page名稱 才會是正確的 才不會出問題 這個地方改之後 然後再到這邊Source底下 去更改 按右鍵有沒有 再把它重構一下 重新命名 先改Manifest 再改這邊 改完之後 你的R就不會跑掉了 好像之前有同學很多同學都是R跑掉 因為你改了你的Page名稱 可是你的Manifest裡面沒改 那你怎麼樣都改不回來 一定要重新再建一個project 所以這部分的話 這也是經驗啦 你為什麼會知道 因為我可能Try了100次之後才得到這樣的結果 才得到這樣的心得 你看 開發這個環境真的是很花時間 但是這也是有成就感 因為我發現 如果你Try出來說真的 就沒 網路上 你可能也搜尋也搜尋不到這些東西 告訴你這些方法 因為這些東西要怎麼跟你說呢 這都是純粹經驗 而來的 所以Page名稱特別重要 也一定要一次 差一個字 大小寫 都不行 你的地圖就是出不來 所以這地方的話呢 要特別的注意 好那這個部分已經地圖 設定好之後的話 再產生什麼 產生我們的那個 就是去 查一個景點啦 或者是你去用Location去找到 找到我們的那個位置 並且把它打上去 前面這部分我想都比較簡單 我們大概 Review一下 那最後要怎麼樣顯示出來 特別注意 這個地方的撰寫方式又跟那個前面不一樣 我們這邊宣告了一個叫 Gmap Gmap 實際上就是一個Google map的 物件 那它的類別名稱就是叫Google map 這個Google map不是 在我們的Android SDK 裡面是外部引用進來的 是從那個Google place裡面的那個Library裡面 引用進來的 所以 你不能用什麼 FindView by ID 必須要怎麼樣 強制幫他做什麼呢 Map Fragment 然後getFragment 這個Manager點什麼 FindView 不是FindView 是Fragment 把ID 然後呢去找到畫面上面的這個Map 後面要 getMap 那之前好像同學也有這一行的錯 主要是你import的東西 不是import到錯的 不是import 所以上面的地方 你可能 很簡單你把 上面引用本來是Map的Fragment 把它刪掉 重新引用一次 就正確 它有時候好像會引用到舊的 就是 V2的前一個版本 的Fragment 他V2還有分 兩種Fragment 一個是舊的 後面好像我記得 它的那個套件名字叫 Support Support 好像V4的Support 就是 它是 好像是用什麼方式轉的吧 那新的不是 新的是直接去引用那個 我們 那個韓式庫底下的那個套件 所以 如果像之前同學有發生問題的話 你就把這個 上面import的這個 MapFragment 把它 先砍掉 重新匯入 應該就會是正常的 那另外的話呢 我們可以取得一個什麼 這個 Lat long Latitude 這個 這個類別也特別 以前在V1的版本不是這個類別 是叫一個什麼 Geo Point 但現在它又不用Geo Point 所以Geo Point已經成為歷史名詞了 以前都是用Geo Point 現在呢用這個 來儲存地標 而且在JavaScript裡面也是用這樣的方法 這樣也不錯 為什麼 因為以前Geo Point它必須要把它乘以10的6字方 強制把它變整數 再放到Geo Point 很麻煩 那現在的話不用 你只要有一個點 有沒有 它後面new一個什麼呢 new一個這個 Lat long 有沒有 然後就把它的維度跟精度放進去就可以了 在這個這個裡面的話呢 Type101裡面就放非常簡單 就是一個Point 這個Point就兩個 兩個 值 就是精緯度 這樣很簡單嘛 所以以後的話 你就可以建立很多個Point 有沒有 然後你要打地標啦 你要指向到哪邊 就是直接把這個Point 給 那個Google Map去顯示就好了 所以會簡單許多 當然這個地方是V2 比V1還要更進步 以前用什麼Geo Point 哇那個真的是很麻煩 它轉來轉去轉來轉去 另外底下要設定 它的倍數 這個倍數部分的話呢就是 最大可以到 就是 21啦 不過實際上如果你接近這部分沒設定的話 最多到20 21好像也不會有效果 1的話是最大 就是看到整個地球 然後再 RUN INR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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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最後的話到20 所以我們這邊的話 給17 大概差不多 一般的話 我使用習慣大概差不多 14到 18 19 差不多這個Range 14的話 稍微就 比較 可以看到比較大一點點 18就縮小一些 所以這個數字的話 各位可以去做調整 那也就是說呢 如果你們要做一個 像之前有考試的時候會考到什麼 你要做兩個Button 一個Button是加 一個Button是減 加的話就是你可以RUN INRUN OUT 假如說你今天希望 RUN INRUN OUT的話很簡單嘛 你就去什麼 去變更這個值不就好了 然後呢再讓這個 Google Map去怎麼樣 重新再跑一下 這個Animate Camera 有沒有 然後去把你的 這個 Type101的點給他 再一個 再一個RUN給他 所以 我們最重要就是 產生一個點 再產生一個什麼 產生一個View 你的那個 RUN的大小 這樣的話 你就可以顯示地圖 所以這部分的話是 就是上次我們在做的動作裡面的 相關的設定 再來的話就是說 最低版本一定要11 11的話就3.0 為什麼因為 目前 他基本上 預設還是 只有support 等於3.0以後的 其實應該算是4.x 因為3.0以後幾乎沒有人用 平板很少人在用 所以基本上就是在4.x以後的版本 那底下設定一些相關的權限 這些權限的話 包含就是底下這些 我們之前有用過 你可以把整包 Copy貼上也OK 那裡面的話 相關設定 我想各位再看一下 另外的話這兩個 上面的話是 決定你的API Key 另外底下這個地方就是 你要引用的是 Google Play Service 那後面這個是他的一個 Value 如果說你沒有更新的話 你就必須輸入一個號碼 如果更新之後的話 那就把這貼上沒問題 後來我是把它更新的 所以 這個後面貼上 真的沒問題 這個畫面我在雲端上也有 你們可以去把它拿來 再看一下 那底下的部分的話 這部分 差不多 這個可能跟前面一樣 最後可以看到地圖 但是 沒有打到地標 所以你會發現 光看到地圖 就是一個很不容易的事情 那你可以再結合說 你現在的地 地址在哪裡 那再來就是說 你們可以再跟 List View 整合一下 或者你們可以再想想看一個 Sample 假設我今天要台北的地圖 假設有五個好了 那這五個地標 當我Click其中一個List View之後 我要能夠跳到下一頁 幫我把那個畫面帶出來 有沒有 然後可以Back回去 所以這邊要需要兩個 兩個View 對不對 然後兩個Activity 第一個Activity 就是一個 List View 就是一個List View在那邊清單 那當我點下去的話 我會傳遞一個點給他 就是La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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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y 那建專案的部分的話 這部分跟前面一樣 那只是View的部分的話 不太一樣 那取得View的方法也不太一樣 再來的話就是控制什麼 控制顯示方式 我講過啦 主要其實是 有 這邊是說五種啦 不過最後一種根本不算吧 不顯示地圖 應該 你要用地圖 沒有人不顯示地圖 如果不顯示地圖 那幹嘛用 地圖模式 所以 我講過主要有這 應該算四種 Normal的話 一般地圖 Hybrid的話就混合的 還有一個Satellite 就是 衛星的 還有這什麼 Tellerin 什麼Tellerin 這是 地形圖 那這地方的話呢 當然 如果你們有玩過 Google地圖 這應該 都很一般啦 這個我想Google地圖上面都有相關的設定 各位可以玩玩看 那實際上他 等於就把你的Google地圖遷入進來 甚至呢他還志願什麼 紫北增 縮放比例 所以如果說你希望呢 要不要顯示指指南針 跟縮放比例的話 你只要在 gmap.get UISetting 底下去設定一個 叫Set RuneControlAble 等於True 那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如果你把郵寶點在那個地圖上面 下方就會出現一個 RuneInRuneOut的一個 小小的一個Control 小小的Control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 在那個 其他的 App上面應該有這種東西啦 另外的話還有指南針 要不要出現 那這邊也可以做一個 設定 還有就是手勢部分 其實他也 支援手勢啦 不過這個地方手勢 恐怕再踹一下 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我沒有實際上踹過了 OK主要還是基本的這種操作方法 那再來的話就是說 還可以設定什麼 設定四點的位置 什麼叫四點呢 所謂的四點就是說 其實他 在後面的V2 V3的版本 主要是跟Google Earth結合 各位不知道有沒有玩過Google Earth 可以玩玩看 在那個 Google Play上面 你找一下 就是Google Earth 建議一定要玩 因為這是3D的 他的視角就是說 因為我們一般是這樣子水平的方向 看地 或者垂直的方向看地 然後Google Earth不是 Google Earth是45度 30度 不一樣的傾角看到是3D的 3D的那種景物 也就是說看地圖的 角度不一樣 看到的結果當然也不一樣 而且一樣可以輪印 一個人可以輪到 而且看到的細節更多 所以不得了了 這個已經不是 只是個地圖 所以我覺得Google的創意實在太豐富了 以往我們不可能做到 覺得不可 真的很不可思議的東西 就有點像你真的有點像你 做的直升機 就像之前有一部電影叫什麼 那個 就是空拍的那一部 很有名 就是一個紀錄片 好像看見台灣 他實際上就有點類似像這樣 Google Earth有點像是 你就是有點像 做個直升機 的那個角度 去看 整個地表 你就可以看到很多細節 而且他以後應該也會有 除了街景圖之外 他應該有空拍圖 把所有的地貌全部都幫你 拍了 哇那你就可以 就跟做直升機一樣 你還沒到那個地方 你就可以去享受 那個view 他的idea太多了 像什麼 最早是 大寶教 有沒有 跑到大寶教去做那個 水井的 拍攝 然後又跑到日本去拍那個櫻花 然後又跑到很多全世界 像那個 還跑到太魯閣去拍那個山裡面的景 有些甚至什麼 什麼古道啊 什麼什麼什麼 我之前看那個文件事件周報裡面就講了 就是 他們有一個那個 登山的 那種 人卑似的 他就是幫你去那個 人淹稀少的地方 幫你拍回來 然後你就可以進去裡面 還可以看到所有的景象 哇 簡直是太妙了 另外他還跑到火星去 要把火星的景物也給拍回來 月球他不用講了 火星 會不會 以後 所以太多idea了 太多 所以你說他是地圖嗎 其實他已經不是一個地圖了 他已經就是 我覺得他的野心太大了 而且已經沒辦法 去想像說他未來的下一步是什麼 所以你只要 其實我講過了 你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面 你就可以跳得更高 很容易看得更遠 關掉 這個是豌豆夾 沒辦法 因為我要把畫面給你們看 所以要裝這個豌豆夾 剛剛我的同學想 我是說 砍掉還存在 所以要特別小心 他會自動幫你備份 所以我 通通把他刪掉 我本來有帶別隻手機 我本來想說別隻手機來秀 OK 那這裡的話就是 有一些景 他的 RuneIn的這個Point 有沒有 他這邊有一個Possession 你也可以把他加進來 就是叫Camera的Possession 這個部分對應到的 有點像Google Earth的 相關功能 你可以像去設定 他底下有一個這個地方 浮視的角度 我想這部分各位可以玩玩看 你利用這樣的方式就是你的賣點 因為你的App 如果大家看到不一樣的東西 就是你的亮點 對不對 你不能說 大家有 我有應該的 大家沒有我有 那就是你 厲害的點 所以這個東西 各位 可以玩玩看 這是你各位的亮點 因為別人可能做不到 那你做到了 那他這裡面的話 有一個所謂的 Bearing 就是那個角度 我想這個部分的話 請各位先玩玩看 Google 20 你就會比較有感覺 但是如果你沒有玩過Google 20 你可能就感覺不太出來 那個3D 因為我們 以前的地圖都是從 空中看下去 現在不是喔 現在你換個角度 你可以調整15度 30度 40度 60度 每個角度不一樣的角度 看3D的地面地物 那這樣的感覺 所以你可以透過這地方去調整 那裡有兩個值 一個是Bearing 一個是 Teal 這兩個值 所以這兩個值 你只要稍微調整一下 光這個App 其實就有看頭了 當然目前是因為大家還做不到 我想以後應該慢慢會跟進 地圖如果只是做 平面2D的話 那沒什麼噱頭 剛好早期的手機 也沒辦法辦到 因為早期手機 那個 3D跑起來也是頓頓的 所以 現在的3D 現在手機是OK的 至少雙盒以上的手機 跑這些都沒問題 連我這些手機我跑過沒有問題 OK 那其他的話 像收放比例 那你們可以怎麼樣呢 去做設定 Menu的設定 那我講過了 我們Menu會在右上角出現 然後 大概是這樣 相關的定位 GPS 那這個時座location 這個我們也做過了 再抓到現在的位置 那時座 時座的部分 我們可以在 這個我們的 MainActivity Extence Activity 後面加上 Imprimance LocationListener 然後呢 會有四個方法實作 就是 最重要是 On Location Change 那 另外 我有看過 那個 網路上有人去實作 那個軌跡 像之前 班長問過那個問題 有沒有 其實你可以 把軌跡寫在哪裡呢 寫在 On Status Change 當你的狀態 變更的時候 你可以把它 記錄下來 你可以記錄在 比如說 記錄在 看記錄在之前 我們講過那個 那個 喜好設定檔 或者是 設定一個 SickleLight 給它存 你可以 可以把軌跡 稍微記錄下來 那這樣子的話 最後再把它 劃在地圖上面 這個也做 實際上的作用了 那這部分 當然實際上的需求很大 我剛剛 我之前講過了 只要有那種什麼 真信的 比如說老公找過老婆 老婆找過老公 或者是 要幹嘛的 或者是說 員工 老闆要管理員工 諸如此類的 SickleLight的部分 其實都可以辦得到 再來的話 取得最佳的定位 最佳定位 因為我們 至少有三種定位模式 所以 如果第一種 抓不到 就會抓第二種 第三種 那這邊的話 有一個 Criteria 你可以去 讓他做 去自動去 找尋的方法 所以這個Criteria 是一個 自動找最佳參數的 算是一個 一個物件 OK 那底下的話 大概啟動關閉 這個部分 在on-re-run 裡面可以去做相關設定 這個我想前面也講到了 然後 其他部分我想 大概都 差不多 那再來的話 就是說 其他location manager 最後的話 我們等一下 剛剛只是跟各位做個簡單的複習 等一下的話要來講一下 所謂的marker 那marker部分的話 實際上就是說 如何在上面 因為 你看到了但是上面沒有marker 感覺 好像少了什麼 所以怎麼樣打地標 第一個 地標上面的圖 可不可以變更 當然可以變更 不一定要紅色的 因為各個地圖是紅色 你可不可以 改其他顏色 如果你覺得其他顏色還不夠 你會改別的 icon 當然可以吧 那再來就是說 icon出現之後 有沒有辦法去跟他互動 點了這個icon 有沒有辦法去 做什麼事情 那我們這個sample很簡單 最簡單 就toast的出來 但是你不一定要toast 你可以去做 看要跳到某個頁面上面 顯示 顯示那個 裡面的東西 也ok 所以這裡的話 我來demo 給各位看一下 看一下這個地方 好 那這邊的話 我這邊有一個已經做好的一個sample 這個也是從那個 這本書 初學特訓班 好像有同學有買這本書 這本書裡面有sample 其實 如果沒買書的話 這邊 我很簡單來run一下 這個sample的話 就是 就類似這樣 我們要怎麼樣 可以把我們的地圖 這個是 也是書上的sample 第一個我先找到一個 一個位置 然後最後怎麼樣呢 我可以點擊它 它上面會有個地標 第一個要怎麼加marker 那顏色我把它改成綠色的 但綠色是紅色的 我可以把它改紅色 改其他顏色 或者改其他icon 都沒有問題 第二個是我點它的時候 要能夠什麼 再跳出 Tosser 下面有個 Tosser出來 那Tosser裡面的話 就包含什麼 我點它的時候 等於是 它會有一個事件 就是set on Marker Clicker Marker 是Marker上面被Clicker的時候 那我要 有個Listener在那邊 我要做什麼事呢 我很簡單 我這邊sample 很簡單 就是說 我被點擊的時候 我就跳出一個什麼 底下有個Tosser 出來 然後秀出什麼呢 秀出裡面的Title 跟一個 底下的一個叫 Snipe 就是那個 敘述 這兩個東西 把它秀出來而已 當然你們也可以做其他的 比如說你可以在 跳到其他頁面 做其他 比如說這邊有個餐廳 點擊對不對 你就跳另外餐廳 然後把相關的紙帶過去 他就可以 看到相關的細節 這個部分等一下再來看 請各位 先 先把前面的Review一下 然後呢 把你之前可以run的一個 地圖先叫出來 那等一下 教各位怎麼樣打地標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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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一下